在今日第二篇读经保禄的书信 保禄多次提到和平 大家都记得在一旦望福音 耶稣在最后晚餐 也都多次说 示给门徒平安 我所给的平安 不是世界给的平安 其实 无论是和平 或者是平安 在原文希腊文都是用同一个字 叫Erene 今天我就以主的平安来做主题 和大家一起反省 究竟主的是什么呢 怎样帮助我的生活呢 第一篇读经来自耶纳米亚先知 大家都知道 这是亡国冲军到巴比伦的先知 亡国的以色列人生活很困苦 很难有平安 天主就值先知去说出 没有平安的原因 就是领导的人 没有尽好牧人的本分 他们只是关心政治操作 和阿述结盟 有时就和埃及结盟 完全没有理会到先知的警告 天主叫他不要和巴比伦对抗 他们没有听天主的话 结果就是忘了国 既没有外在的和平 也都没有内心的平安 让我们看到只是靠政治性的操作 不会带给人有平安 藉着先知 天主就预许墨西亚时代的来临 这个墨西亚善目 会带领人和天主有良好的关系 他也都能够使人安居乐业 和人和平相处 这个是天主给出的 未来的一个很美丽的愿景 你先和天主有好的关系 你才会和人和平相处 今天的答唱令 是我们很熟悉的圣令23 我们如果用我们这个主题 主的平安去看这篇圣灵 充君的以色列人 本来生活上应该是很困苦很恶劣的 但是因为感受到上主的大领 上主同在 帮助他们经验到安慰 树畅有一份来自天主的平安 即使面对死亡 也都不会害怕 所以见到与天主和别人和环境都能够保持和平的关系 第二篇读经来自阿弗所书 坐牢的圣保禄特别强调来自基督的和平 去回顾自己民族的历史 看得很清楚 以色列人是和其他人要分开的 新约多次提到这个丰族习惯 他们不会入外邦人的家 谁进去就会受到谴责 甚至后来中途伯多禄去外邦人的家 都会受到甚至是犹太基督徒的不满 当日他们也不会进入比拉多的崖满 让我们看到这种风俗习惯 即使归医了 犹太教的外邦人 他们可以入圣殿 但只能去到外邦人的庭院 不能再进入犹太人的庭院 两个庭院中间就有长壁左夹 所以圣保禄就说 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成就天人的和平 人与人的和平 本来远离天主的 现在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可以亲近天主 人与人之间本来有一个墙壁隔开的 即是在圣殿里面 犹太人和外邦人分开了 但因为基督的缘故 拆毁了两种人中间左夹的墙壁 所以主的平安 不是在乎环境是友善 事事如意就有平安 更在乎人有没有与天主和好 有没有与人和好 有了这个基础 我们才再讲进一步社会的和平 国际的和平 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以自己的血消灭了仇恨 犹太人深深的不洁的思念 可以推广到生活上很多细节的 外邦人的地方是不洁的 如果他们的地方 回来的时候要忽去脚上的尘土 要用水洗手洗脚 有一些动物或者爬虫 他们认为是不洁的 不能够食用 对于病人 如果患赖病、麻风病 就是不洁 不可以碰的 死人 又是不洁的 这些不洁的思念 这些习惯 能够造成 和别人 和受造物疏离 是耶稣基督从各种障碍中 将我们释放出来 成就天人之间、人人之间 和人和大地之间的和平 第三篇读经 《尼洁玛尔谷福音》 表面上这段福音好像没有提及平安的问题 门徒只是很开心传福音回来 兴奋地报告给耶稣 他们没有提到他们报告什么 除了有一个对观福音提及 他们讲及 他们能够治病和驱魔 今天的福音 耶稣就要求他们 到荒野去休息一会儿 表面看来耶稣好像很关心他们身体的需要 这么辛苦传福音 现在回来应该休阳生息 其实更重要的是 是要门徒 不要被成功冲分头脑 飘飘然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忘记了成功本身是来自天主的德能 到抗野是因为抗野是接触天主最好的地方 接触到天主人就会有平安 先有天人之间的和平 才能够造就人和人之间的和平 以及和大地之间的和平 好我们将这个主题做一个反省 如果问我们当今社会 或者我们的世界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想很多人都会回答 我们需要和平 外面的世界用的方法是什么 做就和平 往往是要实力困等 你有核子武器吗 我亦都有核子武器去对抗 使得彼此都害怕 不敢发动战争 社会上要怎样有和平 很多人都会说 平分财富 好了 我们承认贫富懸殊是的确有问题 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存在 但是即使你平分财富 好像很多福利好的国家 亦都产生其他的问题 似乎现今世界不相信圣经的启示 不相信和平必须要有信仰的幅度 今天很多国家都尝试 在自己的政策上去宗教化 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似乎离开和平 越来越远 基督徒应该相信 平安是天主的恩慈 这个是圣经的启示 旧约讲Shalom 新约讲Erene 这些都是来自天主的和平 犹太人一见面 就说Shalom 是表示什么? 表示 愿天主祝你平安 基督徒 我们今天就会说 愿主与你们同在 亦都是表示 愿主的平安跟你同在 我们不妨问下自己 我有平安吗? 我的家庭有平安吗? 我的工作单位有平安吗? 我的学校有平安吗? 我的堂区有平安吗? 当我反省这个题目的时候 真是感谢天主 我没有很憎恨的人 没有一些我不想见到的人 不能够宽恕的人 这不是我的修养好 而是因为我和天主之间有和平 是天主赏赐我 和别人有和平 我深深感受到和平是天主的恩慈 今天的人 特别是心理学家 都很喜欢说正能量 叫别人不要给太多 负面的情绪影响自己 那我就会说 和天主保持和平的关系 就是最好的正能量 不妨试一试 你先从和天主有良好的关系着手 当你感受到和天主有良好的关系 你就会有耐心的平安 再用这份和平的心境 去看看你身边的人 你就会觉得 他们都能够是很可爱的 因为他们个个都是天主的子女 恩父及子及成神之命 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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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羽 恩 comput